我不在乎有沒有遺憾 七矮人的故事喔 就有一天 有一天白雪公主 從前從前在一個城堡裡面有一個叫做 靠 等一下 你們沒有聽過七矮人的故事嗎 七矮人的故事沒聽過嗎 就是以前在一個城堡裡面啊 住著一個叫做白雪公主的 對有一個白雪公主喔 然後後來 她的媽媽掛了 她媽媽掛了然後後來那個國王啊 她就娶了一個新的後母 對新的後母 白雪公主其實一直都是那一間 城堡裡面最漂亮的女生 但是那個她爸 白雪公主她爸叫白雪 白雪她爸 她爸娶了一個後母 那個後母也是在來之前也是 在他們的國家也是最漂亮的女生 對後來她就來了 她來了以後她就有一天 後母她就對著她的鏡子 她有一個鏡子 是魔鏡齁 她就對著魔鏡說 魔鏡魔鏡 世界上誰是最美麗的公主 對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 然後這時候魔鏡說 當然是 當然是我們的CCABA123喔 感謝你的訂閱喔 不是 那個 當然是 這個國家裡面的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然後這時候 那個母后就大驚 她就大驚非常生氣 她非常生氣 她非常生氣 居然說居然會有一個女人 比她還漂亮 她非常生氣 於是 於是 於是後母她就派出了那個 王牌獵人喔 她就派出王牌獵人要去 獵殺那個白雪公主 然後於是 王牌獵人就有一天 白雪公主就到外面 就王牌獵人就找那個白雪公主 去外面打獵嘛 她們到森林裡面 後來 因為她那天的任務 王牌獵人的任務 是要把白雪公主殺的 但是她看到白雪公主的時候 實在是太可愛了 她覺得白雪公主的那個臉蛋 對不對 加上她那個身材 哇 果然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 對 然後她們就到森林裡面後 她就下不了手 她就下不了手 她就跟白雪公主講說 白雪公主 那個母后要殺你 你走吧 我不能殺你 我殺不下 我動不了手 你走吧 我會跟那個母后說 我已經把你殺了 對 然後白雪公主就 什麼 母后居然要殺我 然後白雪公主就很害怕 她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她就一路就是從那個 就是離開那個王國 對 離開那個王國 然後後來 王牌獵人就回去了 然後就 她就假裝 她就跟那個 那個 那個 後母就說那個 白雪公主已經被殺了 對 後來白雪公主就出去了 她就很難過 她說 我要離開這個國家 很難過 然後又在森林裡面 就 也沒有辦法 也走不出去啊 森林裡面 就是她一個女人對不對 然後就一直走一走 後來她就發現了一個 屋子 她就發現了一個屋子 欸 可是屋子裡面 就飄來那個 就因為她 白雪公主已經走了 在森林裡面待了很久 很餓 她肚子非常的餓 非常的餓 然後 後來她就看到有一間 她就聞到那個味道 有香味 有 有烤 有那個火鍋的味道 對 她就聞到那個火鍋味道 她就循著那個味道 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到那個 一個屋子裡面 有一個屋子 她就在森林裡面走到一個屋子 她就進去了 她說哇 有火鍋欸 然後她就開始吃 她就開始吃 她就因為她真的太餓了 就只好一直吃 對 後來吃飽了她就很飽了 然後很困 就看到旁邊有床 她就直接睡了 然後最後七個小海人回來看到白雪公主 她們就過著幸福快樂日子 這就是七海人的故事 對 白雪公主之後就跟七海人一直在村莊裡面過著幸福快樂日子 結束了 王牌獵人回去了 沒聽過嗎 七海人的故事沒聽過嗎 我跟你講 七海人的故事 主角當然是七海人啊 怎麼會是什麼王子 沒有王子啊 七海人就是王子 七海人就是王子 他們八個人 七男一女 就在森林裡面過著幸福快樂日子 王牌獵人每天只能在家裡想著白雪公主 然後 打那個 打那個攻擊力七點以上的怪 王牌獵人 所以王牌獵人他到後來就 因為沒有辦法得到白雪公主 對不對 所以他就去應徵爐爐石戰績裡面的那個 一張牌他就去裡面當王牌獵人了 對這其實也是王牌獵人的故事啊 然後王牌獵人至少他在爐石那邊也是 也是有一片天地啊 好 來來來 剛剛那個訂閱 剛剛那個訂閱的 誒 剛剛訂閱的是誰 看一下 剛剛訂閱的是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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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評審請給分 18 19 20 21 23 24 25 26 27 27 27.5 27.6 27.7 27.7 27.7 恭喜你 挑戰者獲得27.7分 來我們請小胖老師為我們講評一下 對啊王牌獵人其實 哈哈靠北王牌獵人也是矮的 沒錯王牌獵人好像也是矮的